我會簡短講下一個部份 活出神的信實、忠誠 神是可靠的、非常之可靠的 第一個重點就是 神的信實給我們很大的安全感和力量 我整個人都是很深信神的愛 我知道我走神的路 神一定祝福 我信靠祂,祂一定喜悅 我知道親近祂一定歡喜 祂一定祝福 我遵從祂一定歡喜 我侍奉祂一定歡喜 所以我心裡很平穩、安靜 聖經說了 你跟從祂的路 就算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所以我在神裡是很平穩、安靜、很輕鬆的 聖經說什麼呢? 《歌歷道後宣》一章二十字 神的應許無論有多少 在基督裡都是時的 藉著祂都是實在的 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即是神應成得的,你就捉實 耶穌稱讚有兩個人的信心 一個就是伯夫掌 伯夫掌就說 我有人在我拳下 我叫他去,他就去 我叫他來就來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耶穌你一吩咐一句說話 這個僕人就會好 耶穌稱讚他 我意思是你都沒有見過這樣的信心 另外一個婦人就是嘉南的女人 耶穌就說 不要把兒女的餅給狗吃 其實這句說話 有些人聽說 為何耶穌會說這樣的說話 耶穌在全能 他知道這個人 知道他是不配 其實我們每個都是不配的 他知道這個人是有這個信心 知道他是不配 他就說一句說話 不過呢 狗是不會吃他的父母給那些子女的食物 但是狗會吃什麼呢 那些子女的食剩一掉下來 他會吃 耶穌就看到他 他的心就說 我知道我是不配 其實我們都是不配 他知道神會把好東西給他 他說神啊 你跌的那麼多東西給我已經夠 耶穌就稱讚他的信心 信心是什麼呢 就是我信得那個神是很好的 他是會凡事祝福的 他是尾善的 我心裡 因為我經常都 第一 在我經歷神的作為 我都是覺得他很信實 很可靠的 在我還沒信耶穌之前 我家裡又賭錢 又離婚 是很多不可信的東西 在我家裡 我買一件衣服 我中學的時候 買衣服放在那裡 可以被家人拿去賭錢 就是家裡是這樣的情況長大 但是呢 當我信了耶穌 我看到神是很真實的 當我聽耶穌說 我整個生命 神就為我開路 給我能夠有很多機會讀書 學到不同的東西 生命的提升 給我健康 給我力量 給我各方面的恩賜 我是很感謝神 就是神答應了 他一定給的 一定給的 所以我就放心了 我們每天都說 我們每天都說 神一定照顧 我聽神說就可以了 我放心 我輕鬆 這樣呢 你做人就做得輕鬆 開心 沒有淡子 有些人聽到我說 有一個出名的牧師 我送了輕鬆德性給他 送了很多本 送了給他整個教會 所有同工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很輕鬆 我侍奉神很輕鬆 因為神會照顧一切 他聽說 哇 其實我的同工都需要學這件事 因為很多人 侍奉的時候都帶著淡子 我很知道神是尾線 所以我心是完全放心的 提摩特效書2章13節 我們終然失信他仍是可信 因為他不能背負自己 就是神答應了他一定會做 我們會失信的 有時失信是迫不得已 為甚麼呢 車子爆胎 有些人說電車爆胎 沒有這件事 總之你想去的地方 怎知道爆胎 怎知道有原因 你病了 你做不到 但是神永遠都不會失信 因為祂說了做 祂一定做到 所以就算我們失信 有時人失信 不是因為他爆胎 不是 是他自己失信 忘記了 或者做得不對 但是神依然是可信的 所以我自己來說 我知道神一定會保守祝福 祂一定會 在任何困難裡 我都不需要擔心 我自己來說 我很想進入大災難 有些人說 有沒有搞錯 想進入大災難 因為我覺得大災難 是一個全世界 從來未有的災難 神一定會行神職其事 保守祂的兒女 否則祂的兒女很快會死掉 所以我很想在那時候看到神做甚麼 明明沒有一石 除非要拜壽 壽壽印記 但是神會供應 那怎樣供應呢 我現在不知道 到時你會知道 但是我會放心 神一定會做祂要做的事 祂一定有計劃 或者被人殺了 神可能在心中跟我們說話 告訴我怎樣做法 得到安全 或者就算你死不要緊 現在你看到那些天使 你到時立刻飛去那些天使 我立刻接你上天堂 無論怎樣也好 我都不怕的 即是說 我覺得在神的手中 我是很穩妥 我希望大家都看到神的穩妥 就很放心 這一個經文 你看到左邊的是失信的人 出賣朋友 我自己也經歷過被別人傷害 有時真的很受傷害 但是神的應許是完全可信的 是百分之百 總之聖經說了你捉實 不過你看清楚 不要看一段 聖經說 神愛祂的人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道 有些人只看到 神為我預備 眼睛未曾看到的恩典 神是說 為他愛祂的人 你不要搞錯 你說我愛祂不夠怎樣 你說神幫我愛祂 我想愛祂 神就會說你預備 但有些人信耶穌 甚麼都不改變 他就以為 神應許是凡事祝福 神沒有應許 一個人不愛神 是凡事祝福的 神應許就是 當你愛祂 遵從祂的時候 神凡事祝福 那你是不是換回來 不是換回來 千萬不要以為 我們的好行為換回來 因為我們做得多好 那些功勞 不足以拯救我們的靈魂 不足以帶來 這麼多祝福 是不足夠的 我們所做的 是不足夠的 所以那些全部都是恩典 有些人說 你賺回來 不是的 但我們愛神 就是我們跟神相連 神的恩典就會來到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 歡喜神 好像我歡喜神 就是喜歡神 相信神的應許 神說了 親近祂 祂一定親近我們 有些人說 神說我親近祂 你不知道去哪裡 但你經歷到的平安 就是神和一切 你越放越大 越強烈 這就是耶穌 哈利路日 神的喜樂就來到 神的能力就來到 即是神就即時親近了 求告耶 誠心求告 祂就與祂相近 祂就與祂相近 並且有時 神為你預備 是你想也想不到 神為我預備 是我想也想不到 祂就想在我裡面 我就多結果子自然 我生命就會有平安喜樂 有力量 有信心 輕鬆 喜樂 平安有信心 我感謝神 在我越經歷聖靈 我越發覺 那些果子 是很容易流出來的 還有有些人跟我說 你經常趕邪靈 又去宣教 你被邪靈攻擊 又沾染邪靈 但是聖經說 我常與你們同在 你去普天下 我就發覺 我並不像人們說到這樣 有些人真的跟我說 有些人真的跟我說 他們說 你會攻擊 我一聽到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為何要攻擊 神說祂與我同在 為何要攻擊 至於我不要犯罪 有罪 立刻悔悔 立刻處理 我不需要害怕 所以我正在捉著神 但有些人 正在捉著魔鬼 魔鬼會攻擊你 為何相信魔鬼 而不是相信神 我便說 神照顧 一切都不用害怕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 亦都將萬物一齊給我們 那你說 怎樣萬物呢 你越有信心 就越拿得多 有些人 連快樂家庭都拿不到 為甚麼呢 他經常吵架 吵架 為甚麼又快樂家庭 連好的關係都沒有 為甚麼呢 他經常擔心 憂慮 對人又不好 所以他沒有甚麼好朋友 本來可以有 其實基督徒可以有很多朋友 我感謝神 其實今天 Alicia想分享的是甚麼 我聽到她說 她說 我回到這個教會 很多人對我好 她分享的時候 Alicia分享的時候 說甚麼呢 她說 她只能提名 提名 雙真又如何幫助我 Rachel又如何幫助我 Melody又如何幫助我 她提名 所以我叫她分享 就是分享這件事 她來到這裡 這麼多人都對她好 這個就是 原來這些人 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你跟人關係好 你是會很被人 有些人不接立你 但總有人不接立你 如果我們去愛神 愛人 你會有好的朋友 那些朋友會喜歡跟你在一起 喜歡跟你聊天 神又喜歡你 是否好 這就是神答應 但很多人為何沒有呢 就是因為她跟神之間 她經常覺得神不會幫助 覺得神很遠 神經說了你的親人 她已經跟你在一起了 所以我很相信神在這裡 而且經歷她的同在 亦都經歷她的幫助 經歷神派來的天使 和我們一起去侍奉神 我去侍奉的時候 帶你去 有些人一起去 很開心 我看到你們都開心 阿里路亞 多謝耶穌 這個就是神賜給我們的福氣 一切都是我們的 而萬物包括你的喜樂 力量 恩賜 財幹 同伴 一起的人 各樣的供應 神都給你的 而在試探中 神會開出路 總會有一條開出路 而我最後所說 既然神如此忠誠 神如此可靠 令我們放心 放心 你想像自己跌下去 耶穌的懷中 哈哈哈哈 放心 每天都是這樣 我放心在神的懷中 輕輕鬆鬆 這樣你每天都蒙福 對神忠誠 我們看到這個寡婦 窮寡婦 她沒有錢 她拿出兩個小錢 可能她那天沒有錢 買東西吃都未定 但是是否這樣 很快她就去了天堂 耶穌說 你奉獻太投入了 所以現在 錢都用了 不能吃 快點來到 我相信我們去天堂 就會知道整個故事 那個故事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 將來會知道 神如何供應她 我們不知道 但是她對神忠誠 神一定對她忠誠 耶穌是公開稱讚她 耶穌公開稱讚的人 不是很多人 這是耶穌公開稱讚的 所以到時我們會揭曉 她到底對這個窮寡婦做甚麼 她是對神忠誠 大衛真是對神忠誠 她為聖殿預備 很多很多的錢 金銀、銅鐵和各樣的材料 她是非常忠誠 計出來的數目 黃金是16000億 16000億港元 那些銀是1800億港元 是很多很多 她不是 她做黃金是一大把錢 她是困難之中 她用盡方法 然後能夠做得到 由於我們對神忠誠 也要對人忠誠 就是對人忠心 這句經文很好 針言17章17節一起讀 朋友乃時常親愛 弟兄為患難而生 朋友是時時親愛 和弟兄為患難而生 在患難的時候 她會幫你 忠誠可靠的人會怎樣呢 她會珍惜人 去維護人 幫人 忠誠對自己 又忠誠對神 這樣的人 很可愛 如果你遇到這樣的人 你真的要珍惜他 當你這樣對人 你的忠誠會改變人 更新人 會感動人 你又有美好的見證 又得到人的心 又得到神的喜悅 是否這樣好 你做一個忠誠的人 人又歡喜 人又歡喜 神又歡喜 人人都會覺得 你真的做的事 都是很忠誠的 我們看聖經 看到蘇羅的信主 當時那些門徒很害怕他 他在第26節 9章26節說到 蘇羅去到耶路撒冷 想和門徒結交 但他們怕他 不相信他是門徒 但有一個人為他 撐起他 是誰呢? 就是巴拿巴 就撐起他 帶他到門徒那裡 說到他怎樣經歷 然後去鼓勵他 這個就是巴拿巴 一個同行者 你會不會維護人呢? 首先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 傷害而沒有人維護你 被人誣告 說你做錯什麼事 你說我們其實沒有做錯 他不停地說 他不停地說 你自己想要是很適合 你對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